两个黄黎明翠柳 一行白鹿赏青天 富寒西陵 窗寒西陵 窗寒西陵 天秋雪 门坡东吾万里川 距离上一次接触杜甫的诗歌 已经过去二多年了 所以根本记不住 感谢现在这个科技发达 手上直接可以查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说 来到成都一定要来这个杜甫草堂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一定是我会喜欢的地方 我来了 杜甫草堂 但是呢我在网上订了票 订完之后这边人说 你需要等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取票 就尴尬了 所以现在这时间段呢 比较适合吃饭 所以我现在准备去吃点饭 下雨下太大了 走 我们吃饭去 什么情况 为什么可以直接走啊 为什么可以直接走啊 什么情况 为什么可以直接走啊 刚才在吃饭的过程中呢 就看到一只小蚊子在我胳上趴了一下 我这么突一吹 我这已经整个肿起来了 这毒蚊子太可怕了 不好意思 我一样吐槽这个蚊子实在受不了 我今天来这个地方是没有做任何调查 我现在连资料都没有看 只听说别人说 一定要来这个地方看一看 所有的资料呢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 杜甫草堂 然后呢我就带大家逛一逛 一个苏人逛都府草堂 你看这个成都人这是优先的生活 还有在这个都府草堂里面直接下上 我觉得他们在这边下棋这个感觉真的是其乐融融 突然间一句这成语就浮现出我的脑海 观其不语 除荷日荡 这是谁的事 李白什么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做事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你可以看到这个 对方这个 这叫什么荷花 这就是荷花什么 这对面立起来的荷花呢 然后再加上水中鲤鱼 特别容易做一点这种 关于鱼跟荷花的事 可以做一首 比如说 鱼在水中游 荷花 立干头 处处蚊子咬 有点受不了 哇不行 来到杜甫的故居呢 就不仅的湿性大发 看到这棵倾斜的树呢 马上给大家编一段 面前无名树 为何向前倒 可能是人为 也可能不是 好 看到这座桥呢 又不仅湿性大发 听着瞧着这个样子啊 一座十吨桥 曲折 不漫长 前方通哪里 我也不知道 不行不行 真的摇不行了 时间太多了 真心受不了 唉 让我不仅 停不下来 我已经理解了 原来前面那个门是锁住的 放 各位观众前面有人拜佛呀 哎呦猫哟 哎呦猫哟 希望明天别下雨了 拜托了 我求你了 老天保佑啊 我每次看到这种宝塔的时候 总感觉是西湖那边有关系 就会想到蛇妖什么的 可能是前几天去这个青城山去的 唉 看看这什么塔啊 都被锁住了 Warning Job 当心拖落间是Warning Job 好 这个桥盾就是这个木墩子 我的诗就是 此处一木墩 就在停证中 若问有何用 摸摸 剪裁器 行吧 可以吗 为什么不是真裁器 而是剪裁器 我真的醉了 剪 剪 前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 我点等着别过来啊 好了上上厕所了 走吧 OK 今天这个景点呢 杜浦草堂是我近些天来 嗯 花钱进来的所有景点当中最为一个朴素的一个 所以如果大家想来这个地方 说感受一下以前古人居住的环境啊 你真的还得多读一读 之前这个古人的一些诗词歌谱 然后你要了解一下历史 这个地方的传统 因为像我们这种完全不懂进来之后 对我来说最大的感觉就是来到一个人民公园一样 有山有水有塔 看看人家在这做刀操 就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想逛的好逛的庙 读读书很重要 好了继续先行 刚才询问了一下里边的工作人员 我就想知道这个杜浦他那个居住的地方 他说从这边顺着过去 那边经过一个圆门就到了 我们去找找杜浦 就是呃 城前的家 我在想杜浦住这夏天也是够遭罪的 每天被蚊子钉 我现在不瞒大家说啊 整个腿已经整个肿起来了 然后包括胳膊也很严重了 如果大家真的想来成都旅游 夏天不太推荐各位 真的 我进来了 我来到了杜浦的故居 啊 什么 什么 怎么那么细腻 这儿已经破损了 这边厨房做饭的地方 厨房 哇哦 哇哦 大起来以后 哎呀终于找到他的卧室了 看看多大 有方他们对住宿这个睡觉 要求不是很高 房间特别小 但是对于他这个客厅来讲 大一点 说起心里话 这房子 其实按照现在来讲呢 其实蛮大的 一室两室三室至少四室 两厅 他这也关拜 这家其实挺好的 如果在时光往回倒流一下 这个房子整个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破损的话 这也算是一个独门独院了 而且在这个环境当中 应该 杜浦在当年应该属于一个 按照现在来讲应该属于富豪级别了 还有自己家的后花园 自己家大院 没事让人跑两步 这边在种点树什么的 真挺大 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 我们可以去后面看一下 哇后面还有一个很恐怖的房子 来跟随我的镜头到后面看一眼 这边不知道是干嘛的 可能是养牲口的 或者库房是 Oh my god 这边也算是后花园了 这边还有一个后门 后窗户 不用说了 这地方确实很大 它旁边是邻居吗 看它们 我给大家偷个底啊 我觉得这个花园水 没有什么用 一个是不止痒 一个是不趋闻 骗人的麻烦 我个人个人观点 我个人个人观点 有个缝啊 哎 我觉得啊 就算蚊子咬 能够每天早上起来之后看到这样的景 蚊子咬不是个事儿了 真的很美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来 如果大家是这种自称为书香门地 这个地方适合你 记得多带点去问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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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品茶的文化在这边真的太流行了 是之前跟朋友喝 然后去哪都能看到这个品茶这个店铺 还有这个店 看来我也得学习品茶了 要不然活得太枯燥了 I know It's all good Is now I'm the best of myself 前院品茶 后院看花 享受啊 享受啊 享受 嗯 You're the one to blame for The fact that I can reach For the best of myself 其实来到这边逛了一会儿 然后我们在用镜头拍摄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有点内疚 是因为我呢 没有办法给大家 除了画面以外 呈现出更多的有用的知识 比如说这边的历史古迹 这边的文化 传统 什么都不懂 我也没有想去懂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性格呢 还是什么 所以 这部视频可能大家看了之后 没什么营养 所以这是我内疚的地方 好 今天的都府草堂呢 基本上走的差不多了 所见所闻呢 也是只能记在心里 把这种体验呢 放入脑海中 存在记忆当中 呃 我觉得说太多文化方面的东西 我自己说不来 那也不是我 因为每天都要走不同的地方 每天研究这 每天都研究那么多东西 其实也能做到 但我这人呢 有点惰性 有点懒 今天呢 也算是完成了一个 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我如果来到成都 一定要来这边看一眼 我 来了 看到了 我希望这部视频他看到之后也 相对来说能够满意 能够换起他儿时的回忆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祝福草堂的话 可以过来走一走 我这不是任何广告视频 只是 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个地方呢 比较适合可能学者方面的 或年长一些的人 对于一些年轻 增强好斗的人 可能这个地方 有点不太适合你那种品位 因为你进来之后 会被这种非常安静的环境 而感到困惑 啊 总而言之 今天除了闻的钉子 特别难受以外 其余都挺好的 另外同样建议大家呢 不要下下来 因为现在真的很闷热 带好足够的水 今天的任务啊 算是完成了 挺欣慰的 然后呢 我就想到小时候 背杜甫的诗 可惜啊 后来真的没怎么再背过 然后全部都忘掉了 但是现在如果 让大家回忆一下 你曾经小时候 学过的诗 还能够记起哪些手呢 不妨在留言评论当中 说一说你记起来的诗歌 看看我们曾经 或者现在 我们仅存的那点 共同点 就这么点 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日后 带给大家更多的 旅游方面的感悟 再见 哎呀妈呀 我们可真能磨呀 啥都能磨白 摸得光不溜球的 哎呀 这蚊子该死的蚊子我得妈呀 腿上喷了很多花朵水 然后屁股开始咬我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特别想说 拍摄vlog 在某些情况下 真的是咬牙在坚持 啊 啊 现在八年了吗 还在九岁了 老猫 你是一直喂牠是吧 对啊 喂了 我去 哈哈 想不到今天亮点 是最后那只猫 还有超级多的蚊子 啊 啊 那那羊羊羊都受不了了 已经 就这么痛啊 啊 哇 截肢我腿受的太难受了 糟了 这边好像叫不了车 完了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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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